你知道吗 就算你不懂计算机 不懂编程 你也能够很容易的利用 ChatGPT的人工智能的力量 来提升你的财务状况 今天的视频 你不会在别的地方看到 我将会给你展示 三个使用ChatGPT等AI技术 以及自动化工具 来帮助你提高效率 来帮助你发现商机的 实际操作的例子 而且在视频的最后 还有免费的福利赠送 请一定要看到最后 第一个例子 我们将从找工作的人的角度来出发 如何自动化 专业化你的工作申请流程 帮你找到更好的机会 而第二个例子才是重点 我们将切换到老板的视角 如何发现其中的商机 来快速地打造一个 可以销售的产品 从而摆脱我们求职找工作的过程 而且你也可以看到的是 已经有人开始这么做了 我会找一个类似的案例 来告诉你 别人是怎么抓住这样的机会的 第三个例子 就是第一个例子的简化板 适合更懒的人 好 开始之前强调一下 受人以鱼不如受人以鱼 我讲的例子 它并不局限于求职找工作 你完全可以在明白其中的道理之后 举一反餐 想到更多更好的赚钱点子 和商业的机会 嘿你好 欢迎回到Axtran 在开始之前请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更多有用的内容 首先我们用一个Notion模板来演示 如何使用自动化工具 把Chart GPT跟Notion结合起来 让你的求职管理过程更智能 更高效 Notion是一个流行的笔记软件 它本身也自带了AI人工智能的功能 咱们后面会讲到 但是把Notion跟GPT结合起来 会比内置的NI更加强大 更加的灵活 好 这是一个求职管理的Notion数据库 包括了内容 有职位 然后对于职位的描述 公司的名称 还有就是我们个人的优势 是哪些方面 为什么我们要针对不同的职位 来写出不同的优势呢 因为你的优势可能有很多 但是你申请的职位 它的职位的要求可能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在应聘不同职位的时候 你肯定是要突出 跟这个职位相匹配的优势 而把跟这个职位无关的优势 你可以不用提到 比如说 我如果是去应聘一个内容经理 那么我以前有软件开发的经验 那我就其实没必要去提 我只需要突出 我在内容创造方面的经验 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在写求职信的时候 是要根据你的优势和认职要求 两个搭配起来 写出一份更好的求职信 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数据库里头 要把我们的优势单独拿出来管理的一个目的 那么关键就是在这一块 生成求职信这一部分 这个求职信就是由人工智能来自动生成的 它会结合你的优势和职位的要求 来生成一份具有针对性的求职信 因为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不能用同一份求职信 去应聘不同的岗位 把优势和职位的描述的文字 交给这个GPT就可以了 GPT它能够识别出 哪些内容是属于你的 哪些内容是属于职位要求的 然后它就会组合这两种信息 生成一份个性化的求职信 当然同样的道理 简历它也可以自动生成 但是一般情况 简历都是固定的工作和学习经历等等 不会根据职位的不同有太多的变动 所以我们可以不必那么麻烦 固定用一份就可以了 这一步根据你的优势和职位描述 这个信息来自动生成求职信 这个功能是怎么做到的 这就要用到一个自动化工具了 叫做MAC MAC它可以把不同软件组合起来 然后按照你自己定义的规则 自动化的去执行一系列的操作 把本来可能需要一两个人工做的事情 自动的就做完了 你的效率也就会因此得到成倍的提高 类似的软件还有IFTTT以及Zepier 但是MAC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的流程图显示很直观 下面我们来讲一下 实现自动求职信的流程 首先我们在MAC当中 创建了一个Notion的链接 让它链接到你的Notion数据库 而它的功能是什么 就是监视你的数据库当中的项目 如果你的数据库的项目有变化 那么它就会根据变化的项目来采取下一步的行动 而下一步呢 就是判断你在生成求职信栏上 有没有打勾 如果你还记得我们的Notion模板 在我们的生成求职信下面 如果我们打勾了 就表示我们需要Chart GPT去帮我们生成求职信 如果不打勾 就表示我们不需要它再生成了 那这边那个条件 过滤器就是来判断 我是不是需要它生成求职信的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Notion当中 你的优势和你的职位描述这两个信息啊 同时给到GPT 就是给到我们这个GPT的连接 那同时呢 我还要要求它根据以下信息生成一封求职信 那这样呢 我们就把Notion当中 你的优势和职位要求这两个部分啊 给组合起来了 送到了OpenAI的GPT 要求它根据这些信息 来帮助你写一份求职信 写完之后呢 GPT就会把它生成的结果 再自动的添加到我们的Notion数据库的 求职信那个字段当中 这时候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回到Notion之后 就可以看到GPT根据我们的信息 写出来的求职信了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过程 比如第一个求职信我们已经生成过 我们可以不用再次生成 那么我们生成第二个求职信 这些岗位要求都是我随便copy来的 然后呢 你的优势 软件公司的管理经验啊 大数据技术架构经验 好 这时候我们让GPT来帮我们生成求职信 点击运行 我们就从这就可以看到 目前正在动作的是GPT这个模块 这时候我们去看Notion 应该内容还没有 它完成之后 就会把结果再输出到Notion当中 好 已经完成 我们去看一下 OK 这就是GPT帮我们写出来的最终的求职信了 曾经的高管 我是一位拥有多年软件公司管理经验 多年大数据基础架构经验的音频者 这就是GPT根据你的优势来写的一小段 具体来说我拥有超过三年的前端的开发经验 等等等等 那么后面呢 就是它根据职位描述来写的一些段 那这时候你只要把这个求职信进行一定的更改之后 发给目标单位 然后呢你就可以把你的申请状态改成 已申请 然后等待面试通知了 我们可以点开一行来看一下它所有的内容 比如内容经理 好 内容经理就是职位名称 然后公司名称 这是招聘截止日期 职位的描述 还有就是你的优势 你的优势是你要根据职位的描述来动态修改 这是你的经历 可以作为一些简历的一个参考 是不是需要GPT来帮你生成求职信 这是生成之后的求职信 你可以直接点击右上角的这个拷贝按钮 把它拷贝粘贴到你的邮件系统里头去 进行更改 然后发给用人单位 好 那后面就是你的简历 申请状态 申请日期等等 而当你需要新建一个职位的时候 这边我已经内置了一个新职位的模板 这个模板它实际上就是把你所有的优势 全部都列在里头了 你只需要在新的职位建立完成之后 把不需要的优势删掉就可以了 那什么样的软件能够被组合起来做自动化呢 条件就是这个软件需要提供API接口 如果你不懂API是什么意思 这是没有关系的 它并不影响你使用 因为Mac支持的软件 它一定是有开放API的 那API它是应用程序接口的英文缩写 它是用来操作软件功能 一个软件如果不开放API接口 那就只能通过它提供的界面来进行操作 比如在Notion当中新建一个页面 我们只能在Notion界面上 使用它的命令来创建一个页面 但是如果一个软件它开放了API的接口 那么你就可以从这个软件的外部 给它发送命令来操作这个软件的功能 比如我还是要在Notion当中新建一个页面 那我完全就可以通过 刚才我们说的Mac来给它新建一个页面了 而不是说我一定要在Notion的这个界面当中去操作 那对于普通人来说 人工智能的商机在哪里呢 就在于如此强大的Chat GPT 开放了它的API接口 这就让任何人就可以很轻松的做出人工智能的产品来 即便你以前并不懂人工智能 这点咱们后面会再详细的说到 当然更准确的说法 现在更准确的说法是GPT开放了API的接口 Chat GPT目前还没有开放它的API 但是预计很快也就会开放了 好 如果你已经厌倦了 求职换工作 想自己给自己当老板怎么样呢 相信聪明的你看完了前面的例子 一定已经想到了点什么 前面咱们说过 OpenAI的GPT开放了API的接口 这就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很轻松的利用这个接口 制作具有人工智能功能的软件或者服务 然后就可以去销售这样的软件或者服务 比如你把前面我讲过的 自动生成求职性的过程 做成一个在线服务 然后去帮助那些既不会使用Notion 更不愿意折腾Mac的人 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业思路吗 而做到这一点 你只需要具有一些前端编程的知识就可以了 其实甚至前端编程你可能都不需要很熟悉 你只需要能够调试前端代码就够了 因为ChatGPT它本身就可以帮你写前端代码的 那这是不是吃人说梦呢 其实不是啊 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比如我看到这么一个网站 它叫做Proposal Genin 那这个网站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呀可以帮助你在像UPWalk这样的找工作的网站上 快速生成一份专业的Proposal UPWalk呢它是一个适合于自由职业者 或者就是兼职人员找活的这么一个网站 当你想申请某一个工作的时候 你需要先给雇主去发一封Proposal 也就是相当于求职信 而这个网站呢 它就可以根据你的profile 根据你的自我介绍 再加上你要申请的职位的描述 来由人工智能自动的生成一份这样的求职信Proposal 你看到了吧 它所完成的事情啊 其实就是我前面用Notion所能做到的那些事情 而它厉害就厉害在呢 它能够想到去把它给包装成一个产品 包装成一个服务 然后呢去销售去产生利用 我相信看到我视频的你啊 也一样有能力做到类似的事情 如果你让你去尝试 并且把我前面讲的想法 做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那你千万别忘了 回来给我的这个视频点个赞 好 最后呢我们再说一个懒人模式 就是啊我们使用Notion自己提供的AI 来生成我们刚才说的求职信 如果你的Notion上还看不到AI功能的话 你需要去Notion的AI网站 然后呢在这里面就要用the waitlist 加入等待列表 那等轮到你了 它就会把AI功能开放给你 好 我们的懒人版怎么做到呢 好 这边我已经做好了一个AI的输入框啊 我来重新做一遍 打斜杠就是Notion的命令 然后我们在Notion的命令里头呢 AI它就会筛选出跟AI相关的这些block 这些块功能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选择一个contentblock 它就会生成这么一个方框 那在这个方框里头呢 你就可以去让AI帮助你来做任何事情了 你就可以给AI提问题 或者让它帮你写文章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只要把我们的优势和职业要求啊 先粘贴到这个下面来 那我们去之前的这个地方来copy 好 有了这两部分内容之后啊 你就可以在这里输入命令之后 我们直接点生成 好 它也能帮你写出一个求职信来 而且呢 你刚才输入的命令 它会自动的帮你存起来 就在这个下拉列表框里头 这样呢 以后我只需要把优势啊 和职业要求粘贴过来 然后直接在这里头选我之前的这个命令 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Notion的AI Notion AI我不知道它背后 到底是用的哪一个AI的产品 和什么样的AI技术 但是呢 经过我把它和ChatGPT进行的简单的对比 目前ChatGPT还是占优势的 好 那现在就是福利时间 首先呢 祝大家新年快乐 兔年好运连年 上面我们讲到的Notion的模板 还有一份怎么样去配置make 来让Notion GPT进行协同工作的PDF的说明文档 都免费送给大家 链接呢 我就放在描述栏当中 如果你看不到描述栏 那么在我的博客的免费会员专区里面 也有这个链接 你可以到那边去看 好 咱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